这名女子是26岁的Melissa Alexander 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 Alexander所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 她并不认为是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儿子的死亡 而且全无回忆 2007年9月11日下午 Alexander将自己的儿子浸在热水当中 导致其全身严重烫伤面积达40% 然而Alexander却等待了10个小时 直到次日凌晨2点20分 才拨打911报警 报警前只为婴儿简单地涂了药膏 以及换了衣服